大家好 我今天講的故事是 小三年快要去草原裡 大吃一段 這座橋下面有一隻大腰塊 小隻的先過橋就發出尷尬的聲音 然後大腰塊就說 是誰把我的橋就尷尬尬尬尬尬尬 哦 是不是我是小山羊 我要去草原裡大吃一頓 我不把你吃掉才怪 哦 請別吃我 等下還有第二隻山羊會來哦 真的嗎這樣你就快走 走吧 他就來了他就發出尷尬的聲音 然後大家可以就說 是誰把我的橋中山咖咖咖咖咖咖 喔 是我 我是 中山羊 我要去草原裡大吃一頓 我不把你吃掉才快 喔 請別吃我 等一下還有第三隻山羊會來唷 真的嗎 這樣你就快 走吧 然後第三隻山羊咖咖咖 他就來了 他就把這個咖咖的聲音 然後大鴨鴨就說 是誰把我的橋用成咖咖咖想啊 喔 是我 我是大山羊 我要去草原裡大吃一頓 我不把你吃掉才快好 來呀 而且我尖尖的腳 可以刺穿你的眼珠子 而且我的腿可以很像石端腿 可以踩著往生摔骨 他一腳呢 他就用他的腿 可以用他的腳 刺穿他的眼珠子 再用他的腿 踩著往生摔骨 就把他踢到海裡面 他再過腳 他就跟兩隻山羊一起去草原裡 大吃一頓 差一點就還不回去 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